社会焦点台北市民权大桥 在今天下午4点多发生离奇的坠桥意外 一名40岁的王姓骑士 突然从这四层楼高的民权大桥上坠落 惊悚画面也曝光 这骑士的头部受到重创 被紧急送医抢救 但晚间还是宣告不治 有目击民众看到 当时这名王姓男子骑着机车 自撞桥边后坠桥 而目前死者的侧侧值还没有出炉 详细的死因警销还在进一步调查离情 另外还有一名男子 他开着才刚买的休旅车上国道 在而朋友从台中要到桃园出差 他开启了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但是自己却不看路 因为有注意到前方有施工缓撞车 结果高速撞击 幸好施工人员跟他是平安无事 而他自己跟朋友是手部擦挫伤 还有胸门送医检查 黑色收旅车完全没减速 朝前方施工缓撞车冲撞 这一撞休旅车往分隔岛忽然偏移 车头撞爆 车内两名男子急忙从驾驶座车门逃出 而施工缓撞车车尾则被撞到凹陷 好在施工人员平安无事 休旅车驾驶和朋友也只受到擦伤 胸门送医检查 事发在国道一号苗栗路段 驾驶自称当时他们出差要到桃园 你是跟ACC辅助系统在走 这些算是吧 这车买了就久 新车上路驾驶说他开启自动驾车系统 警方研判他可能因此没注意到车前状况 酿成车祸 我也注意车前状态 有个造势自然重 他我死亡的话 进来自动驾驶意外频传 而国道缓撞车 电后保护前方简石路面的工程车 则经常曝露在被撞的风险中 幸好这件锥撞没有造成伤亡 但想必让施工人员受到不小的惊吓 记者彭志明临世新王石函 苗栗采访报导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